妳還要把納豆交 因為那真的是日本的藝劑配方 流傳四十年的配方 對 講到藝劑 這個金楓他們都妝很濃對不對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住進都 那我有機會問他們 那他們的妝都很濃嘛 那我問他們怎麼寫 怎麼卸妝 對... 卸妝 那他們說很辛苦啊 但是他們的... 其實他們的那個卸妝的方式 是對的 那他們的那個保養是對的 這樣而已 他們沒有特別什麼 那個保養的方法 沒有特別用 沒有用特別的東西 對 我嚇一跳 就跟我們一般差不多 對 他就是卸也是用一般的卸 然後卸得很乾淨 對 然後可能洗也洗得很乾淨 對 然後就擦 基本的一些簡單的東西而已 對 而且洗得乾淨嘛 那那個時候他們說 那個用冰水 冰水一直擦... 一直洗臉 那很多次耶 這樣就OK 那我就想... 卸掉以後... 那這我就要問一下 你知道我有個習慣 我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我如果一旦沒有化妝 因為我化妝次數不多嘛 那化妝一定要用卸妝跟洗面對不對 我一旦沒有化妝 所以我每天早晚洗臉 一定是用冷水洗臉 我不用任何的清潔劑 是對的 有人說用溫跟熱 甚至熱水洗臉 其實很傷皮 對 其實我的皮膚科醫師就這麼跟我講 我連冬天都是用冷水洗臉 對 因為皮膚科醫師說 你用熱水洗的話 毛細細孔開發 對 你晚上這個皮膚 要休息的時候是不好的 對 都沒有 用冷水洗 所以在什麼還冷的天氣 所以我們要跟住 對 用冷水洗臉 對 然後不要說 非要用一些什麼保濕的那種洗面乳 或是什麼有顆粒狀 什麼硬要還要再去一直搓它 你就水洗 一直洗乾淨就好了 簡單就好了 但是前提是卸掉 卸乾淨 對 如果沒有化妝就沒關係 沒有化妝就沒關係 但是有化妝就要卸乾淨 對 原來液劑 我們今天又學到一招 液劑冷水保養法對不對 對 你看 液劑它的那個妝 它可能弄得再厚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不可能裂掉 不會 因為它在舞台上 它要表演藥 它不會裂掉 然後就裂掉 太恐怖了吧 對 可是那個最重要的是 其實像日本的他們研究 那個從江戶時代那個醫技 他們最重要就是 他們就是 都用剛才說的那個鈉豆 這種相關成分去做保養 所以它的基底裡面的那個基底 第一層呢 其實就是用鈉豆膠 加碼皮椎的東西去做 讓它可以 對 把鮮麻水吸在裡面 對 它就讓那個保水性夠 所以它在往上堆的時候 一萬一表演到一半 手一張開 結果皮膚...也裂掉 就裂掉 對啊 其實它們的皮膚很好 對 所以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所以它們其實是 它們有它們的秘技在 而且是流傳 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掉 對 是流傳下來的 而且我跟你講 我不得不說 你知道日本藝基 它們的妝濃到 就是濃到那個妝卸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人都不認得 所以這種人客 我跟你講 你在大家平平裡 我們有化這麼濃的妝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還在的 我走在路上 還會有人跟我說 你本人看起來很年輕 到你電視上看起來是多老 我真的有時候被氣死 但是重點就是說 剛才麗大有提到 因為他們用的東西 其實就是很重要 對 因為其實像我去非洲 我就帶了一個 藝劑傳承的配方 藝劑傳承的 真的 因為真的 因為我的皮膚 因為到那邊去會更乾 乾 對 你看一下 你看這個都很特別 你看 你可以感覺到有沒有 而且它中間好像有像 東西有線在中間 對... 你這樣感覺像納豆耶 對 它平時就是納豆做的 對 這就是納豆 納豆好厲害 因為納豆 然後... 我今天沒有... 我素顏嘛 所以我就直接試在我的臉上 沒關係 她要用拍的... 妳也有... 這一定要用拍的 妳千萬不能用抹的 因為其實妳抹的話會越抹 會越... 對 所以要讓它新收 用拍的 對 變白了耶 OK嗎 可以... 所以妳的... 妳的秘技就是用這個 對 我的秘技就是這樣 因為除了保濕之外 因為它有點潤色效果 可是它裡面是保養成分 不用擔心... 那我也要試喔 不用吃它 不用擔心 太好了 抹的納豆 那當然可以了 摸摸看... 還有手上... 有...有牌齒耶 那它到底算保養還是... 它是保養品喔 它在日本它就是 不要保免卸妝 它皮膚可以變白 可是它讓妳的... 最白的耶 剛剛姨姊講說很懶的 其實我也是一個滿... 可是問題是 你這樣子變的膚色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很方便 而且其實妳那時候在非洲 妳足了注意要保養之外 出去有時候可能還是得見人嘛 所以總不能完全不化妝 對 其實我覺得在非洲 當然一方面就它很乾 我一定要需要幫它保濕 第二個就我的膚色 我希望說還是 鴻蒙看到我的時候 我的膚色也會有 考慮到鴻蒙的感想 真的 還考慮到鴻蒙的心情 真的 真的比較白耶 有耶 白好多耶 我覺得好明顯 廖亭婷妳的太誇張了 對 可是妳看妳看 我今天特別要講一下 妳是以編的膚色 妳看它這個就是傳統的 那個東京貴婦白 妳看 妳看妳這種膚色 老公馬上就多送個戒指 我都賺戒了 我都賺戒了 老公 真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喜歡白色 妳有沒有發現我的 它已經非常非常白了 可是妳看它拍上去 整個顏色的色澤 它這個就跟納豆交有關 它水夠了之後 它就會反射出來就是亮 而且妳看我右手 那莉莎請問一下這需要卸妝嗎 要需要卸妝油來處理嗎 這不用卸妝 這不用卸妝 這是保養品 對 這樣可以吸收喔 對 這樣直接吸收了 妳看我現在的皮膚 妳看我現在的皮膚 一邊白一邊黑 保水度很好 保水度 對 它的保水性很高 真的耶 而且妳可以因為 只要擦了這個 在非洲可以撐六個小時 對 而且啊 我真的要不得不說 我的貴婦手 跟我原本的原型手 大家不會連寫手 妳看我原型手啊 有兩根筋很明顯有沒有 其實我這隻手也是有筋耶 可是又要變白 我看一下筋頭的效果 筋不見耶 其實我覺得 對白的人來說 它會 它這樣子會更明顯耶 我本來就白啊 對 它本來就超白 本來就白 它本來就超白 又擺好幾個 所以我們走在那個東京的時候 妳不要看說 那些貴婦怎麼皮膚都這麼好 看起來那麼美 這就是他們的名 它有心機的 對 妳看妳老公躺在旁邊 我要睡覺的時候 妳看老公一轉過來 我還是有睡覺 所以妳那一日是說 希望那個保養品擦完 睡覺的時候 是感覺氣色是很好的 對 妳看老公這樣一轉過來 不會覺得 花臉嗎 起床的時候也有嗎 還有嗎 起床的時候啊 起床的時候 對 因為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 等一下妳還沒洗臉的時候 老公說妳幹嘛還沒出門 就化妝了 其實我真的 我覺得我大概可以體會到 為什麼日本人 要有這樣子的商品 因為其實日本女孩子 大部分一結婚之後 她就是沒有工作 她就是待在家裡 可是呢 妳待在家裡 還是要打掃家務之外 老公回來 還是要看到一個美美的老婆 對不對 還是需要 可是妳在家裡又不能化濃妝 或者也會很麻煩 尤其是孝瑩姐 妳就已經待在家裡 幹嘛沒事還要化妝 對 我跟你講 我是幾乎 我在家是絕對不可能化妝 我連出門有時候都不化妝 天生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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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可是我相信盈婷妳如果回去 我不行 我不是天生栗子 如果晚上出去到垃圾 那個不是那個電視上那個 就要戴個眼睛 因為有黑眼圈嘛 那像偶爾有客人來 妳說在家幹嘛化妝呢 老公也都每天這樣看也就算了 可是有時候客人來 倒茶 等一下 妳總要把這邊摺一下黑眼圈 那用這個自我方便 對啊 是不是我覺得看起來比較白一點 黑眼圈有效果嗎 可以 我再來試一下 真的假的 因為其實 這個最重要的是 它的潤色的遮瑕的效果也很好 它可以這個耶 黑眼鏡下面 我剛剛拍在這邊了 我把我另外一邊拍起來好了 不然這樣我等一下兩邊太對 白白了 對啊 不能一半白一半 可是我其實看一下這個影音 妳看它的質地真的非常 妳的東西其實也不多啊 對 我的東西 妳也是懶人 我是懶人啦 我其實主要就是要遮瑕 所以我有時候保養 你說洗完臉 像洗一臉卸妝 我是相對比較勤勞一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卸妝不好 就冒了一堆痘痘 洗妝真的太重要了 我太依賴BB霜了 因為我剛剛就說 為什麼會現在BB霜CC霜這麼流行 因為大家都太懶了 是因為大家懶 可是妳又不想要完全沒血色出去 所以妳一定要有一個潤色的 妳要有一個潤色的 妳看金鳳鮮前面有誰 有有BB 妳這都是BB是不是 全部都是 而且我 黑眼圈比較嚴重 所以用綠色的 綠色的 綠色的 再搭 用粉紅色 粉紅色的 用兩個顏色 要分的 要挑起來 對...這邊要 綠色的東西 這邊要粉紅的東西 妳現在知道為什麼日本女生 是她們真的化妝非常細 為什麼那麼漂亮 對 我們日本就一罐打到底對不對 我就這樣耶 就頭上抹到下 就全部勾上 要分 要分 自己的衣服 所以她剛才特別關心 黑眼圈的問題 對 妳看我剛剛拍 我拍了 妳看這樣兩邊 稍微比較對稱 對 有... 對 妳看這樣子 對 氣色就會好很多 剛才就提到這個 不用卸妝的問題 因為現在BB霜 甚至到CC霜了 可是這還是要卸吧 這個BB霜是一定要... BB霜一定要卸妝 這個危險耶 不然那個粉滋也越來越多 因為很多BB霜 它的成分其實是礦物質 對 是礦物 它其實妳去查它的成分 就是礦物粉 對 因為它讓妳的膚色可以乾淨 而且它的因子更細小 它讓妳看起來 就是好像素顏 所以它就會更進入妳的毛細孔 因為它更進入毛細孔 妳只要不卸乾淨 妳別化妝品沒卸乾淨 還可怕 它為什麼叫什麼BB啊CC 就是號稱是 可以結合很多功效 包括保養在裡面 可是它保養歸保養 妳還是得最後把它卸掉 對 一定要卸掉 然後卸掉之後呢 又恢復原來的那個 黃臉紅的面貌 對 其實那有不好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不用卸妝保養 其實現在有一些保養品 也號稱可以潤色 但是可以這樣做到的是 等於是雙效合一 對 可是其實像日本的 我們剛剛提到日本浴室 其實它就是all in one 它把保養跟簡單的那個妝效 都放在臉上 這樣最好耶 對 保養的 然後保養有顏色的顏色 你看這幾年美容 日本的那個美容大展 都特別推薦這樣的東西 這個很好耶 沒辦法現在人塞越來越藍 對 對啊 因為我們越來越沒有時間 藍藍的 對啦 工作時間太忙碌 對... 早上很好 早上 早上 對 晚上睡覺也很好 對啦 先生在旁邊會很漂亮 對 用這個就有垃圾嘛 對 像其實日本的 日本太太很多 她譬如說我趕快幫孩子送一個便當 我要去丟一個東西 對 前一秒還在掃地 然後對話來 蛤 便當沒帶 怎麼辦 擦這個擦這個擦 沒有啦 人家早上已經擦好了 不用等到五分鐘前 才在擦這邊擦 對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它這個保養 做在無形之中 對 很好耶 而且最重要它很輕 不會很厚重 對 那是真的耶 很自然耶 像這樣的話 大概可以維持多久的時間 像其實像我自己到非洲去 只有我就一整天 因為我等於早上四點多 就要出門 我再回去的時候 已經七八點了 所以起來的時候 還是一樣美嗎 對 還是一樣美喔 真的喔 其實我到面去老外 都覺得很好奇耶 真的喔 他們一開始都猜我二十幾歲 我告訴他們 我實際年齡的時候 他差點沒有昏倒 真的 因為他們覺得 為什麼這個皮膚的狀態 亞洲人的皮膚狀態 可以保持到這位好 下一句問我 妳在你的臉上花了多少錢 我說沒有沒有 真的 就是差我的包包 你沒有從包包裡面 拿出來這一罐 對 有 有 我真的 因為我的關係 已經都分享到 美國跟德國去了 真的喔 對 因為其實歐洲 他們的天氣一樣 是非常乾燥的 對 很多人一出國去 他整個皮膚就受不了了 就是要非常保持那個 這個就喔 對 所以很重要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一個保養 如果可以跟化妝合一 對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結果 那我等一下這個 是不是要丟掉了 妳要說靠它 而且它還要補妝多麻煩 這不用補妝一整天耶 對不對 這是納豆 是因為它裡面有納豆的關係 那我覺得 這個用這個嘛 那加那個什麼 粉底 粉底 可以加起來嗎 其實如果說像有些人 他覺得說他這樣 像輕拍完 他覺得他還不是覺得 那麼的有安全感 對 對 像在日本有些人 他還是會用一些 在日本原先的一些他的保養 之外的化妝的基底 對 你就可以自己去調顏色 對… 所以我 我喜歡混合在一起的 對 其實本人很厲害就是它會調顏色 對 它保養完了之後 它希望再變成什麼樣的樣子 它就可以用不同的東西 所以妳的綠色跟粉紅色 還是可以留著 然後妳把那個加進去 對啦… 它就可以更保濕 完美耶 這樣還好 真的耶 對啊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把它這樣混在一起 對 所以甚至我就可以拿這個 當我的底妝 就是那是基層的保養 其實就像是一季的基底一樣 妳後面再畫上去的東西 就會更服貼 就笑起來就不會有療魂耶 可是後面對 後面這些我都不是很想吸收 因為我不想化妝 我只想擦那一罐而已 就是直接...直接擦了就好 然後不要再擦BB霜這些 這樣我就沒有卸妝的問題了 好了 櫻婷 妳是星期間 星期間 星期間加外面 然後星期間跟星期間 對... 等一下... 太好玩耶 真的 而且這個妳說直接擦了就可以不用卸 然後又有保養的作用 那妳說當然是 這樣對我們來說真的很方便 這個就好 尤其是我們很懶的人 對 真的 那就好 現在就是有的是大家都希望可以 效果是可以跨的 就是保養也最好是可以有潤色 然後這個化妝品最好又可以保養 對... 對 大家都希望可以這樣子 對... 這也是日本的趨勢了 對 像日本像很多 像她的眼線什麼 還標榜21天 什麼 還標榜21天 趕快告訴我什麼牌子 可是... 20天就卸妝 對 這是另外一種懶人化妝 真的嗎 那為什麼妳不用卸 我不用 它就是慢慢淡掉就沒了 好像... 對 聽說裡面有保養的那個功能 對... 什麼... 我覺得這樣不明什麼 越寫越好的 只要先牽扯上一個保養 這兩個字大家就OK了 對... 而且現在日幣貶值了 我們要不要手牽手一下 對... 原來這個國家真的很愛保養的東西 對... 我就是要說現在什麼東西 都要加一點保養的東西在裡面 對... 然後睫毛膏也是 對... 睫毛登場資料 對... 本來就是啊 聽到保養就買啊 吃的也是保養的 擦的也是抹的 都是保養的 對啊 妳每天都必須要化妝 所以妳一定要不能夠忘記這部分 妳最好是可以 還可以把這個保養的部費 要做在裡面 而且妳平平乖乖買那麼多幹嘛 對... 如果通通... 真的... 我先丟掉了 不好意思 剛好再回家 彩妝的跟彩妝保養的對望 可是現在全部統統融合在妳 妳一罐就夠了對不對 幹嘛買那麼多 浪費錢 錢很難賺 真的 妳一直棄我好省錢耶 對啊 好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Lisa 帶來那麼好的東西 謝謝盈潔跟盈潔 好